嘿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每一日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207集 現在是2020年的10月13號星期二 晚上11點03分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議題呢 就是币安鏈 Binance Smart Chain 然後呢 我會討論就是說 币安鏈是什麼 然後呢 它跟原本的Binance Chain差別在哪 應該說Binance Smart Chain有點像是聰明的币安鏈這樣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以太坊的分差 然後呢 币安鏈有什麼好 然後呢 它能帶來就是币安什麼樣的 這種positive impact 這種比較利好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但是最主要我想要討論的是呢 Binance Smart Chain能怎麼樣很大幅度的影響以太坊 而且是正面影響以太坊 我設計認為啊 就是透過我這幾天的研究後 我其實覺得Binance Smart Chain將會帶來很大的輔助給以太坊 而不是負面的 就是 居然在它的document裡面其實都有很多都講到 它有點像是一個輔助這樣子 對 然後呢 我設計覺得就是說 它未來是以DeFi市場裡面的一個蠻大的必需品 然後我要解釋為什麼 就是 DeFi真的可以靠 Binance Smart Chain有一個蠻大幅的成長 主要原因就是 Binance Smart Chain的資源 還有币安的這個在市場上的一定的信任度 可以真的解決一些蠻困難解決的問題喔 然後真的是一個Sephi跟DeFi的結合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所以 Binance Smart Chain呢 簡單來講 它就是一個 币安分差以太坊出來的一條鏈喔 然後它跟其他的 分差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是完全走就是 EVM 就是跟以太坊一模一樣 這樣 然後但是呢 它不同的地方是在於說 它的這個 它是已經走這個節點式 那這個節點叫做 Proof of Stake Authority POSA喔 然後有21個這個 Validator 認證者 然後呢 這21個 Validator 基本上就是 就是你要能跑這些 Machine 然後呢 簡單來講就是你要有錢啦 然後你要有足夠的 B&B 餐去跑這個東西喔這樣 然後所以 反正21個就只有幾個人 然後你可以把 Token Stake 在上面賺 B&B 這樣 反正它的模式這樣 其他就跟以太坊一模一樣 然後呢 它出快的速度比較不一樣 然後呢 它的這個交易手續費就低到不行喔 然後它速度快到 就是呢 那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它上面沒什麼交易現在 但它真的非常非常快喔 就是 就是 如果你在上面做一筆就是 跟 Uniswap 一樣的類似的交易的話 你所花費的錢大概是 你在以太坊上的千分之一吧 或設置率有時候更高 就是更低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喔這樣 但是 我們已經知道就是便宜不是重點喔 所以 B&B 聰明的地方是什麼 它有很多跟以太坊基本上一樣的工具喔 它不走 就是 應該不是講不走創新啦 就很多人有時候會覺得就是說 OK 複製粘貼就這麼容易 但其實 你要去 fork 一個 code 真的沒有大小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看像是 Cream 在 fork Compound 的時候就會發現 Compound 的合約有個極限點 就是它沒有辦法支援這麼多的幣種 這也是為什麼 Cream 支援這麼多幣種後就不能再支援更多種嘛 對 然後或是我們看到像 Swart 4 Curve 一樣就會發現 A Perimeter 沒有辦法這麼容易去改 改的話就會讓這個 Coefficient Amplification 出問題 對吧 所以說其實分差沒有這麼容易 那這只是技術上的困難的地方 更不用講到後面這個 不管是 Subgraph 啊 或是開不同的 Bot 和 Machine 去看 那如果像是 Lending Protocol 的話 還有 Factor Ratio 要去看 還有 Liquidation Bot 要去看 就清算的機器人 所以說其實分差有的東西 真的很難 喔 就是沒有這麼容易 不是說誰去分差就行 這樣子 而且大部分 要找到 你能做到這樣的工程師也不容易 然後 要找到這樣的團隊去維護更難 所以說 那這個對幣案來講 就沒什麼問題 因為 他有錢嘛 所以有錢的話 好辦事 然後 所以說他有錢又有一定的知名度 所以他絕對可以 有時候你有錢 不一定能請到好的人 那他有錢又有知名度 所以他就有辦法做到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比如說他直接拿了 Ether Scan 然後做了一個 BSC Scan 裡面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資訊基本上都一樣 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這其實很好 這可以讓你就是 原本已經習慣這個 Ether Scan 的使用者 就可以直接跳上來使用這個 BSC Scan 那 這就大幅度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呢 Bn 它是走這個 EVM 嘛 所以說 你只要在 MetaMath上面 就是改你的這個 RPC的 Endpoint 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Bn 連上的東西 對 然後呢 呃 它的測試網呢 其實也非常的這個完善 那其實如果你有在 以太坊上開發過後 你覺得應該對 或是其他的這些 像經典以太坊 或是這個 Trunk 或是這個 Icon Tomochain You name it 基本上你都會看過這一頁 這個就是 FACET 這樣子 就是你要拿測試網的幣喔 對 那幣安鏈呢 它給測試網幣就是很 Assali 就是你想要就是它就直接給你 然後它有各種的這個原生代幣上 不是只是 BnB 而已 所以這超級好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你要要的時候 它會叫 就是以以太坊為主 好 它會叫你放一個 Twitter 的地址 然後你要推出去 有時候你可能看到我有PO那些東西 就是那就是我想要測試 比如說 Robson 啊 Rambi 或是 Coty 上的一些合約好了 然後我就需要去要這個測試網的幣 那其實有時候很煩 就是你還要再寫個推文它才給你 但是呢 幣安就不一樣了 它很簡單 它就像我剛才寫的 它就直接把幣傳出去 它速度超快的 然後你可以選你要選的幣 然後你可以選你要多少的 BnB 然後它就會給你 那這樣其實 對開發者來講是非常友好的 那這不 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其實 它整個開發的東西超清楚 就真的 而且全是 BnB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雖然它資源非常豐富 可是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很中心化 對 所以 但這我認為它的中心化其實是它的優點 就是 Binance Martian 並不是要講說 我就是去中心化 它其實就是 21個 Validator 它其實就很中心化 但是中心化有中心化的好處 這樣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的 Documentation 其實在開發者社群裡面 Documentation很重要 就是開發者也不是神 它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去網路上找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以太坊 它就是分佈在各種地方 當然現在也越來越多人把它整理出來 但是 一個人整理的資料 可能跟另外一個人整理的資料的資訊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有一些可能偏愛使用 Solidity 另外一方偏愛使用 Viper 然後或是 Layer 2 有些人喜歡用 ZK Rollup 有些人喜歡用 ZK Sync 有些人喜歡用 Optimistic Rollup 所以它其實東西資料都比較 應該說比較多派系 在以太坊上面 你在 Binance上就不用去想 Layer 2 因為它 Layer 1 就快到不行了 所以你更不用去想 Layer 2 的 Solution 這樣 那這其實就可以部分解決一些在以太坊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大概會討論到這一點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剛講資料這部分 就是 Binance 其他的資料超齊全 它基本上就把你可以想像出來的這些 Document 它都放在裡面了 然後呢 它也把這些 Compiler 這些 Remix Graph 還有 Oracle 都幫你把它整理出來 所以這其實就 就解決掉開發者 再選擇比如說 OK 預言機要選擇哪一家 比如說在以太坊上 你可能會想到 Nest 想到 Bluezel 想到 Chainlink 想到 Oracleize 或是 Provable 對 那其實在 Binance 上面就選擇一家就行了 這樣 然後 還有像是這個 Compiler 和 Remix 這些東西 就是 你在做 Deploy 你的 智能合約 在測試你的智能合約的時候 你就已經有 蠻多的規範在裡面 然後可以讓你去測試使用 所以說 它在這邊是有它很大的好處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主要因為它算是一個 它是一個公司嘛 所以 它就會一直主導這個事情萌芽 這樣往一個方向走 那以太坊不是一個公司 它已經變成一個去中心化社群了 所以你在去中心化社群待久就會知道 其實去中心化社群是利益導向 大家有時候覺得這聽起來有點怪的 但其實 你可以想像一個開發者在以太坊上面 他不會隨隨便無聊就去幫你 他通常會去幫你 是因為他對你在做的事情有興趣 所以他過去幫你 你在以太坊上開發久就知道了 通常是這樣子 那你去問以太坊基金會的開發者 他可能回答你兩句問題 他後面就不會再回答你 除非他對那有興趣 或這個有解決他的問題 所以他這個很大是利益導向 那币安也是一樣是利益導向 但是他的利益就是在一直幫助你 因為你在他的鏈上開發 但以太坊已經不是了 誰都在以太坊上開發 所以大部分以太坊基金會不會 因為你在以太坊上開發 他就主動來幫助你 因為太多人在上面開發 所以兩個都利益導向 但是一部分是 我已經是最popular 我根本不需要去幫你 那 Binance就是 我一直幫你 他幫到他設計有一個1億美金的Fund 是完全用來資助你在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的錢 然後我其實打聽了一下 這個還蠻不錯 就是他們好像真的是蠻願意把錢給出來 假如你有辦法證明你在上面開發 所以有一陣子我們設計有講到 就是他上了很多這些垃圾幣 其實這一部分是他在鼓勵你在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 然後他會讓你上到他的交易所 那是鼓勵你在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的意思 所以不代表說他就隨便亂上 他沒有上到他的主流版 然後再一點就是 當然以太坊基金會也有他的Developer Fund 但這兩者就比較不一樣 他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所以我認為你如果是一個以太坊開發者 然後你是剛開始而已萌芽階段 我會蠻建議你可以來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 因為兩者基本上一模一樣 你能在以太坊上開發你就能在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 你能在 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你就能在以太坊上開發 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在以太坊遇到的問題 可能當下沒有人能就是很熱情的去幫你解決 但是你同樣的問題 你把它轉換成是 Binance Smart Chain上的問題的話 那馬上就會有人去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差別就在這裡 這樣 好 那 我這邊先講一下 我不認為 Binance 能超越以太坊 基本上不可能的 我是一個 你聽過我直播就會知道我是一個超級以太坊支持者 所以其實我認為 碧安現在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如果轉個方向來看的話 其實會大幅度的幫助以太坊 然後更明確一點 它會非常非常的幫助DeFi 我跟你講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碧安鏈它有個東西叫做 Binance Present Project Token Canal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有點像RAM Protocol這樣的東西 但比這個更好 更簡單來講 它有點像Rav Bitcoin 就是封裝版的比特幣 但是更好 為什麼呢 第一 封裝版的比特幣 我們先來檢驗一下 Rav Bitcoin就是說 你把比特幣給Rav Bitcoin這個基金會 它是三次加工的組成 其中一個是RAM Protocol在裡面 然後它就會發給你比特幣 這是Rav Bitcoin WBTC 在以太坊上面 所以你手上如果有一堆比特幣的話 你可以透過Rav Bitcoin 它就會把你做成封裝版的比特幣 可以讓你在以太坊的市場裡面 DeFi商裡面使用 為什麼大家會信任它呢 是因為它已經管理了一定資產在裡面 它有建立起一定的信任度 那這個其實對交易所來講 是更容易做的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想一下 币安應該算是市場上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所 它也是市場上管理最多資金的交易所 當然它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 但是因為它夠大 所以你有辦法說它的好和不好的 可是你如果想WBTC Rav Bitcoin 它背後是Bitgo跟RAM Protocol 其實RAM Protocol問題一大堆 然後呢 Bitgo可能也有它的問題 只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它夠小 根本沒有辦法 人知道它到底問多少 就像Tagumi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能使用它的人通常都是大戶或是機構 對 它有這個認真的process 對 所以說呢 那 當然我現在不是講Rav Bitcoin不好 我覺得Rav Bitcoin也很好 但是呢 币安就有辦法introduce一系列的東西 然後呢 那就是 因為這些幣已經存在在币安上 所以我們之前常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DeFi市場裡面只吸收到整個加密貨幣不到0.5%的市場 大一點可能1到2%吧 這樣子 那整個DeFi市場現在的所償量大約是100億美金 10 billion dollar 那要怎麼讓它擴大呢 其實有很多在以太坊外的币 像比特幣 比特現金 比 BitcoinSV Dash Monero Zcash Zcoin Tazel EOS 然後這個 嗯 還有什麼 瑞波幣 然後Litecoin 對吧 所以其實币種超多種的 然後它們都不在以太坊上面 但是呢 大部分像Rav Bitcoin啊 或這個公司 它不會特別為這條鏈做一個這個 Custody的機制 因為其實Custody一樣沒有這麼容易 就是你不是說你丟個冷錢包 然後你把Tazel丟進去 我就可以印一個出來 然後別人就能信任 信任是要建立起來 那信任建立起來需要時間還有金錢 那這裡面就要有人力啊 還有這些東西 所以說會想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定是它有某種原因 對吧 那真的能做到 就是它已經 就是真的夠大了 那最好就是它本身就已經在管理這些資金了 那币安是完全符合剛才上面說的條件 對 币安呢 本身就已經有萊特幣 比特現金啊 Ontology啊 NEO啊 這些有的沒的 非以太坊上鏈的幣 然後呢 它已經在管理這些了 那你想啊 它現在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就封裝成 就是以太坊compatible的幣的話 其實這就 這市場就很大了 對 那這市場就有辦法 透過币安連接到以太坊上面 所以 最後一句我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币安出Binance Smart Chain 是完全分擦以太坊 被別人罵爆了 其實我覺得 那是完全沒有原件的人 在罵爆它 其實這個其實對以太坊超好的 因為呢 第一 以太坊的使用者已經是很鞏固 事實已經證明了 你很難把以太坊的用戶帶走 不管你現在看到 NEO TRON EOS TOMO 到現在的Near Protocol Polkadot 基本上不太可能 真的很難帶 這個社群真的太難帶走 所以說 只有辦法是 帶更多東西回去進去 那 你如果今天在Polkadot上做 Polkadot有Crush Chain 我未來會有一集專門講Polkadot 我自己也是很愛Polkadot 所以做了很多研究 然後未來會做一集 但其實Polkadot的 Cross Chain Capability 其實絕對沒有比一個 直接分擦以太坊來的容易 直接分擦以太坊最容易 所以說 币安現在能做到的 Binance Smart Chain 就是真的有辦法 很大幅度的幫助DeFi 那我覺得這明確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在年底 或是明年 Q1 Q2 會開始有 大量的 我認為大量的支援 那這時候一定會有人嗆說 哇這樣很中心化的 那其實你想一下 RAM Protocol 雖然它有這個 CaosNet 或是 CaosNode 或是像這個Rat Bitcoin 他們其實都是中心化的Custody 他並沒有所謂的去中心化在裡面 那RAM要能做到去中心化 有可能但一定花時間 就像TrainLin要做到 也有可能但也要花時間 就連TrainLin已經是排行第七名了 但是呢 币安跟這些都不一樣 币安是 他是交易所 他就是中心化 所以他做事絕對比去中心化來得快 然後呢 也做得更明朗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覺得如果 使用者開始信任他的話 是很有可能 而且使用者已經信任他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在币安裡面 已經有瑞波幣了 那你現在就可以換成 币安鏈善的瑞波幣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你反正本來就放在交易所裡面 所以說 他這是有點無縫接軌的方式 那 這聽起來很遙遠 其實不會 币安現在已經 在支援蠻多種幣 他現在支援 就是瑞波 比特現金 萊特幣 ADA DOT XTESL EOS ONT 然後 他最開始 是先支援 比特幣 BUSD DAI ETH USDC USDT 跟XRP 那當然 DAI跟ETH 已經在以太坊 鏈上 他是從以太坊 鏈來到 BN Smart Chain上 或是已經在 BN的交易所裡面 所以還蠻特別的 這樣 好 然後呢 再來一點就是 他的一個 User Comparability 像 BN他本身 自己也出了 自己的錢包 叫Binance Chain Wallet 然後呢 但是使用者 沒有辦法贏 這個Metamask Metamask Download 量非常大 但是這也算不錯 而且說實在 用起來蠻好用的 但是呢 真正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 Metamask 本身你只要改 RPC endpoint 就已經能使用 BN 連上的東西了 所以你不一定 一定要使用 Binance Chain Wallet 你使用他的 wallet 好處是 你可以跟 Binance Dex 進行溝通 這樣 然後他也有自己 一個Android的錢包 然後呢有6萬多人下載 也蠻好用的 本身Trust Wallet 更多人下載 好像上百萬人吧 那個也是能連的 這樣 然後 再回來一點就是 他的這個 開合約的方式 就Binance Smart Chain 在開發上面 就是我們剛有提到 就是他有很多的資源 對不對 但是他其實在 開發上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除了他會給你 資金上的幫助 還有他的資源 第三就是他其實有 一定的這個 Test Environment 可以讓你去使用 所以他在TestNet上面 就已經非常Stable 這聽起來好像 很正常 是不是 但其實不是 如果你有在以太坊上開發 或是在經典以太坊 或是你在其他的 這個 鏈上開發的時候 你就知道 測試網 其實大部分時間 都是不穩定的 而且常常會沒有區塊跑出來 或是延遲 這是因為測試網 其實營運成本 也是有一定的經費的 然後呢 大部分都是社群去營運 所以他其實很不穩定 那在Binance 就不會遇到這種問題了 這樣 好 然後 所以 對我們剛剛講到 他EVM Compatial Posa Cross Chain Transfer 還有Contract 這些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跨鏈Contract 所以這其實很好用 就是我認為 他其實是很能大幅度幫助到以太坊 這樣 好 然後 嗯 差不多就這樣 這大概是我 覺得 我今天想要講 Binance Smart Chain的地方 所以 嗯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一篇 那這一篇其實 講的就蠻清楚 然後 還有一個這個 Binance Academy 那其實在我之前直播裡面 我就講過 就是 Binance Academy 其實是我認為一個很好 剛開始你要學習 跟加密貨幣相關資訊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在去年直播 有好多集都是在使用 這個Binance Academy的東西 然後裡面就有講到 這個Smart Chain 像這個Metamask 是能使用 所以基本上 應該這樣講 Binance Smart Chain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測試網 對以太坊來講 所以任何 以太坊相容的東西 基本上都能用Binance Smart Chain 然後 就連我們自己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的時候 或是在用以太坊同樣的 Compiler或是 像是Trufflesuite的時候 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在這地方應該是蠻特別的 我其實覺得它算是最無縫接軌的 這種Sephi跟DeFi的結合 那這個其實真的很強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價值 絕對不會只是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 就是應該這樣講 我不認為會有一個 Uniswap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 我覺得Uniswap還是在Uniswap上 但是它可能會透過Binance Smart Chain 解決一些交易 其實另外一種大膽的想法是 你可以把Layer 2想像成在Binance Smart Chain這樣子 就是你如果說要做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交易 就上千筆好了這樣子 就可能是24小時的交易 都打包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 然後最後再把結果丟回以太坊上的話 這其實也是做得到的 對 所以 但是當然在Binance Smart Chain 如果你一千筆 其實就沒有那麼的便宜 因為它雖然價格是千分之一 但還是有一定技能 當然這樣的話在正常Layer 2 solution就要好一點 可是呢 It's still possible 因為Layer 2其實 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Optimistic Roll-up的時候就講過 它其實 雖然它是一個EVM within an EVM 但它撰寫語言的方式就已經差很多 然後像是 ZK Sync就要用那個Zinc這樣子的做 就是 複雜度很多 雖然在懂的人會覺得 OK 它知道怎麼去使用 但是其實你光 重新寫一個 UniSwap到要Odit 就需要有一定的資金時間 所以沒那麼容易這樣子 那 同樣的東西就是比較容易 所以我認為 那很多人 在我在講的時候 還有人說 那這樣不是Fork UniSwap 其實已經超多了 BurgerSwap BakeSwap 其實我跟你講 同樣的東西這樣Fork是沒有用的 然後你 很多人講說 那我Fork一點增加一些功能 也沒有用 因為 其實 會使用UniSwap的人 就跟為什麼會使用以太坊一樣 因為你已經對它有一定的信任度了 就是你有沒有體驗過 就是有時候你在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或者你去吃一碗麵好了 或是 就即你知道在走10分鐘有一家更便宜的 可是你還是會選這一家 就因為 這家可能就貴一點 或是可能貴一倍好 但是因為 你知道他用的原料 或是他在煮這碗麵的時候 用的東西是乾淨的 然後你已經吃5年了都覺得很好 那你就會繼續吃 所以信任這種東西 真的是金錢難買到 但是金錢有辦法 快速的把它堆起來是沒有錯 所以 這就像是使用Curve的使用者一樣 Curve是很好用 但是他界面其實很複雜 但是因為Curve有很好的 比如說他的客服 他的這些 大家問問題的時候 隨時就有人去回答 然後 這就可以建立很大的信任 像Curve今天如果加上staking的話 所倉量已經來到了19億美金了 那其實這是非常大的金額 因為他基本上都是穩定幣跟比特幣 那很多人說 他幣價一直跌 當然為什麼這麼多人使用他 就是他已經建立起一定的信任了 所以信任這種東西真的是在任何市場裡面 都是極其有價值的 就是非常有價值 It's incredibly valuable It's incredibly hard to build up trust So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for trust And trust有 stickiness 那這個 stickiness就會讓你一直使用它 所以我不認為大家會突然跳到 使用Binance Smart Chain 但我認為 大家會去使用Binance Smart Chain 來做更屌的東西 然後來支援以太坊 因為呢 你不會 就舉我個人的經驗好 我用MetaMask的時候改RPC 我就覺得很煩了 或是我用叫我下載先錢包 我就突然有種不信任感的 就像之前Tron和Tomo 有一些Mining的機會的時候 大家會去一下 可是那就是一兩個禮拜 馬上大家就覺得有點累了 就像BakeSwap和BurgerSwap 上去一下感覺還不錯 大家馬上就覺得累了 這樣 所以說 除非有個 超新超新的東西 不然呢 其實都會是Binance Smart Chain 去支援以太坊 我們應該比較少會看到 以太坊支援Binance Smart Chain 也是有啦 但是 我比較認為是Binance Chain 會去支援以太坊這樣子 對 好 那這就是Binance Smart Chain的相關資訊 如果呢 你想要在Binance Smart Chain上開發 或是你對Binance Smart Chain 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都歡迎在我們的聊天群裡面跟我說 然後呢 我可以幫你就是 嗯 告訴你一些 它裡面的一些社群的一些資源 和這些的 對 然後呢 呃 如果你今天聽的 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也可以問我 再把相關的資訊給你 就是我基本上把 這每一頁都看了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還蠻酷的 就是它非常的中心化 但是呢 它 資源真的很完善 真的是我覺得超完善的 就是 你光在看這個BEP2啊 Panama啊 這個 Staking 就是它資源真的是很完善 就是 如果你在開發的時候 你會覺得 It's really just Oh Everything is there 就是 對 好 那這是我對 Binance Smart Chain的看法 然後呢 大家如果有什麼 意見的話呢 都可以在聊天群裡面告訴我 喔對 我們最近呢 就是Telegram已經破2100人 它已經有點超過 我覺得Telegram能負荷的量 所以說 呃 我們近期會到 轉到Discord 然後呢 呃 Discord就會做各種的分類 大概就會有抽獎群 名音群啊 然後項目討論群啊 這些的 對 然後呢 呃 未來也會再開Reddit 因為主要原因是 我是一個Reddit重度使用者 而且 我其實很多項目 我都是在Reddit和Fortune上看到 就早期的時候 還有推特 所以我其實很希望 我們的群可以 開始就是認真的去使用 Reddit 或是Twitter 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Reddit 因為呢 Twitter是非常重要 但是Twitter 你比較少看到有人做Twitter群 這樣子 Twitter比較是大家都很熟悉去使用它 這樣子 那 呃 Twitter 如果大家沒追蹤我Twitter 也可以追蹤 我其實 Twitter 都追蹤 只追蹤 呃 我認為很好的資訊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像成這個 你的一個 reading list 這樣子 因為 我會建議大家推特 不要追蹤太多 不要把它玩得像Instagram 這樣子 推特其實就是追蹤一些 你認為它是一個 你就把它想像成一個新聞 或是一個newsletter 就是你只想看它寫的東西 這樣 因為推特的資訊真的很好 對 然後它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以讓你辨別 呃 一些資訊 就連你看川普得肺炎的時候呢 我 我超快就知道 他po完30秒我就知道 那可是台灣台北新聞可能還要等個10分鐘吧 或10分鐘等推特 因為它是推特先出 所以推特是你絕對最新資源 所以一定要習慣用推特 然後 我們未來 呃 Reddit也是很重度使用的地方 因為 其實我覺得 Reddit的中文使用群 華人使用群 已經開始在慢慢一直往上升 那Reddit絕對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潤壇地方 那Fortune是 但是Reddit 呃 是一個很好聚集力的地方 所以我會想說從Reddit開始 我會想過從 就是開其他潤壇 那我還是覺得Reddit的使用者比較好用 這樣 所以這是未來的一些更新 然後有很多 呃 社群的人都有提供說想要幫忙 然後呢 如果你有想要怎麼幫忙 不管是影片剪接 然後到字幕啊 到像是社群幫忙的話 都可以告訴我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社群的人跟我講說要開一個DAO 這樣那我也覺得不錯 就是我對Arigan DAO也有 很有了解 所以我也是可以透 用Signaling啊這些 但我覺得現在有點太難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雖然有2100人 但我們火藥人數大約是 一半吧 或是1.4 所以大概是500人左右 所以說 呃 現在要開一個DAO 其實我覺得還有點快 而且 500人裡面可能只有 1.10的人會用DAO 會有用過Signaling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要一段時間 但是我同意就是 Community走向一種調機制啊 到這種Token機制 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想法 但是 呃 我覺得這還要一段時間 可能我們到3000人4000人5000人的時候呢 可以去討論到這樣子 那 最後一個就是大家問我 就是這個價值的地方 我覺得 我會再帶更多價值到社群裡面 不管是在相互的解說啊 影片啊 然後其實我拉了很多項目的 這個開發者 不管之前像是Curve啊 Oneinch啊 到Pantera Polychain啊 這些很多的資本的這些 不管是Partner啊 或是Consultant 我都丟進群裡面 所以 那我之後會想說 有沒有辦法 就是帶更多的價值到群裡面 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 這樣子 然後呢 呃 對 所以 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 The more The community work together The better value you bring on it 所以 我很希望把這個群做得 更好更好 對 然後呢 就這樣子 這樣子 我們還有三個獎項要抽 上週抽了一個20塊的美金的獎項 這週我會 50塊 還有一個100塊 這樣子 然後 我應該 待會就會抽一個50塊 USDT的這個獎品出來 然後呢 大家如果未來還有什麼想法的話 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照樣是每週抽 這樣 那未來有 Discord應該會更好用 就我會有個抽獎區 你就在上面看就好 這樣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囉 我們 明天 還有一集 講 明天應該會講 PolkaDot 或是 因為其實PolkaDot 現在有好多項目 有什麼PolkaStarter Reef 還有這個 Tidal 好像Tidal Finance 也是PolkaDot 其實有好幾個 所以我們外面會講一些 PolkaDot相關的項目 但明天 沒有 明天我們要講Liquidity 對 Liquidity 是有點像新的MakerDell 這樣 好 那我們就今天這樣啦 明天見 掰掰 掰掰 拜拜